Hello,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我們要來錄製一下這個Webly的註冊畫面 因為這個Webly它的更新速度還算蠻快的 所以它的登錄畫面大概每一季 可能每隔兩三個月把它就換一次 所以我大概一年重錄了四次以上吧 那這一次它的註冊的畫面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你先上這個網站www.webly.com 或者你就是在網址列這邊打webly.com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再不知道怎麼找它的話 那好吧你就在Google這邊搜尋webly.com webly就好了 webly 然後你就搜尋到這個官方網站 不是這個廣告 就是這個webly.com 當然最簡單就是直接在網址列打 可是有些人不曉得什麼叫網址列 不要笑 真的有人不曉得網址列跟這個搜尋欄位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已經知道了 那你就直接在網址列這邊打webly.com 不知道的人就搜尋吧 webly也可以 然後這邊就是會直接連到webly的官方網站去 那它現在比較聰明它會去辨別這個語系了 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網站設定的 我忘記了不知道 反正如果你的不是中文的話 你可以把它拉到最下面來 這邊有個中文繁體 這邊有簡體跟繁體 你可以去選擇中文繁體 OK那看到了就會全部都是中文繁體 它在今年這一年多來 這一年半來 它中文的話算是比較徹底了 之前都是英文或者是簡體中文 沒有繁體中文 那這個就是你現在看到的webly的首頁 剛開始的時候 你就按右邊這個註冊 或者是這邊有個開始吧 那就不管點哪一個都是一樣的 都會挑出這個註冊的畫面 那我會建議你不要用 不要用這個臉書直接登入 也不要用這個Google直接登入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要那麼容易被綁死 因為如果你在這邊用臉書登入的話 那你到了別台電腦去 別台電腦可能不是你的 你又要用你的臉書登入 那是不是變得很麻煩 或者是你想要給你的 你的部署去操作 那你又沒有把它當成管理員的時候 它其實在後台是可以另外新增管理員的 可是你那個時候當下還沒有的時候 那是不是很麻煩 那你如果把這個Email帳號跟密碼給對方 其實是比較容易的 相對是比較容易的 所以不要去綁定這兩個 你就這邊直接輸入這個Email還有密碼就可以了 那我現在先隨便打一個 隨便打一個字好了 比如說test我的全名 這個test 這個全名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這個Email欄位跟這個密碼 因為它的登入帳號是用Email和密碼登入的 這個全名它只是一個參考紀錄而已 所以在這邊你就打入你的Email 比如說我現在隨便打一個Email 可是你的Email一定要打正確的 好不好 一定要打正確的 我先打test.com 這個可能會很多人用測試過 所以我換一個 test今天是 test.com好了 然後今天是 2017 2020 好 這是今天的日期 然後密碼 我就打 123456就好了 好 然後按註冊 我密碼不足 長度至少要4個字元 1 2 3 4 5 6 7 8 註冊 好 打8個字 就可以了 好 先把它儲存好了 等一下就不用再打一次 第一個畫面跟以前不太一樣 你是否想要經營線上銷售業務 它的意思是說 你要直接把它做成一個購物車嗎 還是要等一下再說 那 因為Webway的購物車 它沒有台灣的金流 注意 它沒有台灣的金流 你不能夠外掛台灣的致富通 歐富堡 或是EC Pay 或綠介 的那個第三方致富都不行 它只有支援那個PayPal 還有這個國外的金流機制 美國的 所以你的 如果你在美國沒有開戶 沒有銀行戶頭的話 那你就不要在這邊申請這個 這個商店 那當然如果你有PayPal是可以的 你要外銷的話 你要收取外國人的錢 用PayPal交易 OK這是可以的 為什麼在台灣不行 因為台灣的法規的關係 禁止這個PayPal在台灣 台灣人對台灣人用PayPal 沒辦法交易 但是台灣人如果要賣到國外去 國外的人用PayPal付款給你 這個OK 但是台灣人對台灣人就是不能用PayPal交易 所以我不建議你在Webway裡面 建立購物車系統 所以你選這個 稍後再說 稍後再說 好 點擊之後 它就來到這個範本 很多範本 那每一個範本都很漂亮 然後呢 你選一個你最喜歡的範本 你說範本沒有我喜歡的 其實範本每一個進去都可以修改 好不好 都可以修改 所以你只要選一個適合你的這個台版 譬如說這個選單在右上角 Logo在左上角 這個符合你的需求 那你就選它 因為這個大圖裡面這個全部都可以改掉 或者像這個Logo在左上角 然後選單在正上方 好如果你喜歡這個你就選這個 這個Logo左上角選單正上方 好這個你喜歡你就可以選 那你可以選一個比較適合你自己的 然後你是喜歡的 那之後再進去修改就可以了 譬如好 我選這個好了 這個比較正統 我比較喜歡 就是左上角是Logo 右上角是選單 好點擊它 然後呢 這是一個預覽畫面 這是預覽畫面 還沒有真正進入編輯畫面 這是它給你看的一些 預覽的排版的版型 那這個版型都是一種參考 都是一種參考 所有的內容你都可以更換 所有的排版方式都可以更換 所以你如果覺得說 這個OK 那就按開始編輯 好它就開始建立你的網站 好 網站建立完畢了 然後這個步驟它會告訴你 你先去使用第一個 好 2017 10 20 這樣跟人家比較不會重複 啊 已經被別人用走了 那表示今天可能有人跟我用重複的 好 那我改 01好了 加一個01好了 OK 好 可用 這樣就跟別人沒有重複了 因為免費的網 網址 你可以用個免費網址 就是這個主機名稱 再加上.weberley.com 這個就是你的網址 那因為weberley.com 這是一個大家都會使用的免費 域名嘛 所以前面一定全世界的很多人在使用 所以一定會重複 那第二個選項呢 我不建議你選 就是在weberley裡面直接買一個網域名稱 不建議 因為我都會建議你們自己去專屬的網域中心買 不要在這個架網站的地方買 網域名稱 為什麼 停好了 因為萬一你以後覺得weberley的功能不符合你的需求了 你要搬家 到時候你的網址會很難搬走 很難搬走 因為你的網址在weberley裡面申請的 他就綁死在weberley裡面這個平台 那你就很難搬走 也許書信往來可以解決掉 網址搬家的這個方法 但是畢竟除非你英文很好 而且對方願意理你 懂嗎 如果對方不願意理你 那你這個網址就拿不回來了 很討厭 第三種呢是使用你擁有的域名 但是他這個是付費之後才可以使用 就是說我今天在pchome已經買了網址 或者是我在godaddy買了網址 然後我要把我自己的網址 我的網域名稱 對應到我的這個weberley裡面來 這是可以的 那你就選擇第三種 那一開始先選這個沒關係 之後可以再改成這個 所以一剛開始先選這個沒關係 然後也有同學問到說 那我剛開始就要付費購買嗎 還是等免費的全部弄好之後 我再去付費購買付費版呢 答案是一剛開始 你可以先用免費的沒關係 因為一旦付費之後 他就開始計算日期了 譬如說我買一年份 那就開始從注册那天開始 付款那天開始算一年 所以搞不好你做了一個月 才把網站做好 那那個時候你可能還沒正式開張 就已經用掉了一個月的時間 那我會建議你 那你就先用免費了吧 把免費的功能都用的差不多了 然後一些付費的功能呢 你一定要用的時候 你再去購買 那我不建議你從頭到尾都用免費的 為什麼 因為會有他們的logo 他下方會有他們weberley的logo 而且免費的比較沒有保障 因為萬一哪一天他覺得你這個帳號有問題 他就把你給封鎖了 把你給砍了 可是你付費的話就比較不會有這種疑慮 因為你是真正當當在做生意 在做網站 再來你就可以按繼續 就確認一下你的這個網址是可以使用的 好 這樣子網站已經架好了 這個是他的後台 網站已經架好了 然後你看一下下面這個 使用weberley建立免費網站 然後按變更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請升級 有沒有 這個就是說 你要移除他的logo 就一定要付費的意思 所以剛開始你這個頁尾 我們講這個頁角 頁角 這個是沒有辦法去修改的 一定要你付費之後才可以去修改這個頁角 好 那你就可以先去編輯這些上面這些空白的地方 好 這時候呢 我們要去看我們的網站前台 現在這個是後台喔 後台都有這些 這些元件 這些元件我們等一下會教 這些元件就是用來佈置這整個 整個文字啊圖片啊 你看這一格一格 這個都是從這邊拉過來的元件 好 然後 先按一下發布 發布的時候他會跳出這一個 好沒關係 你再按一下繼續 好 20 這個 剛剛這個 按一下繼續 好了 發布完成了 這時候看一下你的網址就是這個 2017.2020.01.webri.com 這個就是你的網址 然後底下的按鈕都不要去理他 都不要去理他 你就點這個網址就好了 然後點擊 OK 這個就是你剛剛叫好的網站 這個就是你自己專屬的網址 後面這個webri.com很多人一樣 但是前面這個是你唯一的 所以這樣組成的網址就是唯一的網址 這是其他頁面 他預設12345幫你開五個頁面 好 那我剛剛一開始講說 你註冊的時候那個電子有些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你看 我從剛剛註冊到現在 是不是都沒有去收我的email確認信 代表你今天只要填了email跟帳號 還有跟密碼之後你就會註冊完畢了 你就直接進到後台了 然後有的同學就開始編輯 編輯得很高興 後來呢 關機了 隔天要再編輯的時候要登錄 登錄不進去了 為什麼 因為他email填錯了 搞不好是按錯按鍵 那個email填錯了 或者是密碼填錯了 結果第二天要再登錄的時候登不進去了 因為他第二天填的是正確的email 或者是正確的密碼 可是前一天填的是填錯的 那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你要去按那個 取回那個忘記密碼 對不對 一般我忘記密碼就按那個 在登錄的畫面選那個忘記密碼 結果 因為他一開始註冊的時候email填錯了 所以你按了忘記密碼 他寄來一封信給你的時候 你email填錯了怎麼記都記不到 你怎麼樣都收不到那封確認信件 所以你第一天做的那些工作就白費了 懂嗎 所以一開始註冊的時候請確認一下 請確認一下最好的狀態是怎麼樣 就是註冊完畢你先登出 怎麼登出呢 這邊有個按XX 按XX 然後呢這邊有個帳號 這個是你的帳號 然後就按登出 按登出 就好像我現在做的這件事情 就是呢 你一開始 一開始註冊完畢之後呢 就先登出 然後再登入 在登入的時候呢 填入你的 填入你的這個email和你的這個密碼 1 2 3 4 5 6 7 8 然後按 先不要記住 按登入 好 你看喔 他確實有登入了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再來 如果你要創建第二個網站 可以在這邊按加 就可以創建新增網站 所以一個帳號可以創建無數多個網站喔 好那按一下旁邊 我們要來編輯這個網站 因為你的網站可能很多個不只一個 那這時候你要注意了 你要選到了你要編輯那個網站之後 再來按編輯網站 再來按編輯網站 然後進去之後呢 就會回到剛剛的這個畫面 編輯後台 好 這時候如果要跳出這個不要理他 把按XX就好了 OK 這個就是完成整個註冊的流程 那如果你要再跳出去建立第二個網站呢 你就一樣按這個XX 退出編輯頁面 退出編輯的後台 在這邊就可以去下拉 或者是新增第二個網站 在這邊新增第二個網站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web forgivene註冊帳號的流程 這個就是webuntu註冊帳號的流程 我們ボ decisions